今天,猫熊说禁忌给大家分析巴特尔的力量有多恐怖 作为前中国男篮球员巴特尔受到广大球迷喜爱 电风时期巴特尔身体壮硕,球风力量,力量极强 他和姚敏以及王志志被称为中国三大移动场神 巴特尔的力量有多恐怖 遭戴维斯全力冲撞后一两门,我怎么动都没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002年施锦赛小组赛,中国男篮对阵美欧男篮比赛中 第一季还剩不到一分多多时 巴特尔被打巅峰崩坏来时 面对力量极强的大本中,大巴直接一眼到篮下转身上篮 第二季还剩一分多多时,巴特尔接到全球内线瞧起 安东尼要戴维斯封盖时犯规 慢镜头回报可以看到,大巴被220斤的戴维斯全力冲撞后 站在原地冻冻没冻 看后往往有门评论到,巴特尔真是天生神力不得不服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? 到哪儿, 하甚至大巴被运搓 看后,一hein烛 lid 第二季还剩下一位